前路 曾經多溫柔 如今要愛求 原本只想堅持 不想打糾纏 沒結果都不太重要 讓我一個面對激烈 前路不是向前或前 而是苟前或前 即是停滯不前 究竟是寫什麼呢 話說我2015年面對很多困局 然後我覺得 真的好像找不到出口 然後自己沉澱再撕水 其實困局是真的解決不了的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就是 慢慢冷靜和等待 因為時間總會過去 而時間一定會改變事情 這些就是我當時得到的一些看法 我希望你們都會遇到一些困局的時候 可以慢慢冷靜 然後也都希望你們可以從我這一首歌得到共鳴 希望你們留意 這天再到迎面 時面容別要太拘近 人生總會有無法繼續 難得一拼努力過 還可算慶幸 好 太拼了 我